陆小凤说 你应该告诉我那个人是谁 孙空斋星说 你一定要我说 好 我告诉你 那个人 就是他 他的手忽然往前面一指 陆小凤不由自主的 随着他的手 看过去 果然看见了一个人 正垂着头 从安堂里走出来 一个紫衫白袜 乌黑的发柄上 插着一根紫玉钗的 女道姑 他的脸色也是苍白的 那明如秋水般的一双毛子里 充满了忧郁和悲伤 看来 更有种说不出的 七绝 而出尘的美 就好像是天边的晚霞 他垂着头 慢慢地走过 手里捧着一碗 热汤汤的药 看见了这个人 陆小凤就知道 这个司空摘星 他又在说谎了 这个人 不会是他 再回过头 想追问的时候 司空摘星 已经登见了 就在陆小凤 看见这紫山女道人的 这一瞬间 这个老狐狸 已经流星般地 就裂出去了 在那一瞬间 陆小凤 的确是仿佛有点吃了 无论是谁 看见这么一个 出尘脱俗的美人 你都难免会吃了 现在 就算要追 也追不上 司空摘星的轻功 纵然不能算天下第一 那也不会差得太远 杜小凤叹了一口气 他发誓 总有一天 要抓住这个老狐狸 他也吞下六百八十条 蚯蚓 而且还让他自己去挖 西洋淡 风也凉 凉风吹得白杨树上的叶子 色色的响 这紫山女道人 慢慢地走过来 始终都没有抬头 江崇威忽然说 你想吃你吗 你吃药的时候 他的声音也轻柔如晚风 江崇威又说 陆小凤 陆小凤你还在吗 我还在 这是舍妹 青霞 也就是这里的住室 你现在总该明白 我怎么会在这里了吧 陆小凤忽然说 新九龄和花满楼在找你 我知道 他们也知道你在这里吗 他们也就来过 来过 花满楼跟你说了些什么 江崇威脸上 忽然露出了一种很奇怪的表情 他缓缓地说 他叫我不要忘记 他也是个想 更不要忘记 你绝对活着同一场 陆小凤说 你当然没有忘啊 所以我现在 还活着 一个像 他这样的人 突然变成了瞎子 还有勇气活着 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陆小凤忍不住 我常常地叹息了一声说 哎 实在是个很了不起的人 江崇威点了点头 他的确和任何人都不同 他总是要想法子 让别人活下去 于是我早就该想到了 他来找你 那就是为了要告诉你这些话 他还问我一些别的事 什么事 那天在王府宝库里发生的事 我也正想问你 除了你已经告诉金九龄的那几点之外 你还有没有发现什么别的可疑的地方 没有 江崇威的脸仿佛又因为恐惧而扭曲了 他缓缓地说 有关爱 我也不会说 为什么 我并不想让我们找到那个人 为什么 因为我从未见过 我见过 我们那么可怕的人 你们就算是找到的 也绝不是他的对手 江崇威的身子在发着抖 他好像就想起了那个可怕的人 那可怕的针 那针上还在滴着鞋 鲜红的鞋 陆小凤还想再问 不过 小凤也勉强笑了笑 你一定很快就会好的 我知道 你一向那都是个硬骨头 杨崇威笑得已经开心了 你既然已经来了 又不妨在这里多留两天 说不定我还会想起些事 告诉你 我经常皱着眉 他能留在这儿 这一向的愿意 江崇威笑了一向我 我难道不是男人 确信你 我 我能留在这儿 他也呢 陆小凤说 可是我 江崇威也打断了陆小凤的话 说 不管怎么样 你都一定要留下来 滑满楼和金酒铃 这两天 说不定还会来 他 也正想着你 江崇威笑 可是 可是你说完了要之后 你就该去睡 我会说 你先带着到后面去吃点东西 好好做出主人的药 不要让客人 接着住 江青霞板着脸 转过了身 冷冷的说 都是这 很重要的 他好像没有正眼看过陆小凤 他实在是个浪彬彬的女人 甚至 被冰害了 暮色更深 阳光的最后一抹雨空 正照在安堂后 云房外的走廊上 照着廊外那几个陈旧的木柱 也仿佛闪 也仿佛闪闪的发出了光 七月的晚风 带着从远山传来的木叶芬芳 令人心怀一叉 江青霞走得很慢 陆小凤也走得很慢 江青霞没有说话 陆小凤也没有开口 陆小凤不发现 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不受欢迎的客人 可最好还是知趣一点地声嘴 平软寂寂 看不见人 也听不见人声 这里本来就是个寂寞的地方 寂寞的人 本来就已经习惯了沉寂 江青霞推开了善门 板着脸是 陆小凤也沉着脸 说谢了 屋子里也没有点灯 连夕阳都照不到这里 陆小凤慢慢地往里面走 竟好像有点不敢走进这个屋子 难道陆小凤还怕 这冷冰冰的女道人 把她关在这间冷冰冰的屋子里 江青霞冷冷地说 屋子里也没有鬼 大事 陆小凤苦笑地说 屋子里屋子里虽然没有鬼 心里好像有鬼吧 谁不认为 你 江青霞咬着嘴纯熟 就在这一瞬间 这冷冰冰的女道人突然变了 就像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她突然用力把陆小凤推了进去 推到了一张椅子上 按住了她的肩 在她的耳朵上 咬了一口 陆小凤 陆小凤反而笑了 这才是 是条母老虎的样子 刚才 简直就像 江青霞瞪着眼说 刚才 刚才我像什么 陆小凤说 像是一条 母老虎 江青霞不等的说完 突然在她耳朵上咬了一口 陆小凤疼得差点叫起来 她苦笑着说 哎哎哎哎 看来你们好像都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都喜欢 你喜欢咬耳朵 江青霞又瞪起了眼睛 你们 你们是些什么人啊 陆小凤一声都嘴巴 突然发现自己的说错话 江青霞却不肯放松 他冷笑着说 嗯 你难道常常都一点点放松 嗯 陆小凤说 这别人 别人又不是小狗 怎么会常常咬我的耳朵 江青霞眼睛瞪得更大 别人不是小狗 难道只有我是小狗 陆小凤又不敢开枪了 江青霞愤愤的瞪着他说 老师告诉我 曾经里都是有人咬过你的耳朵 不是 只有你一个 真的没有别人 别人 别人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咬我 这边呢 我这么大的胆子呢 好 他连碰都不敢碰我 我不咬他已经是很客气了 江青霞也说 现在你说起了 当着他的耳朵 只怕他屁都不敢放 为什么不敢放 难道我还怕臭死他 江青霞愤笑了 笑得有点像是一条小狗 就在这儿的耳朵 就在这个时候 门外有个人冷冷冷地说 啊 你放下 我就在这里 陆小凤的心 沉下去 他连看都不必看 就知道 薛冰 已经来了 欲叨一条母老虎 已经糟糕得很 唯一 比欲叨一条母老虎 更糟的是 那就是同时 欲叨了两条母老虎 陆小凤忽然觉得 他的脑袋比平时大了三倍 简直已经是 头大如抖了 江青霞痴痴地笑着 燃起了灯 灯光照在了薛冰的脸上 薛冰的脸又不红 只被气红的 红的就像是辣椒 先下手围墙 后下手遭殃 这句话 陆小凤他当然懂得 他就跳起来 瞪着薛冰冷冷地说 我正要找你呢 想不到你居然 还敢来见我 看见陆小凤这么心 这薛冰反而软了 我 我 为什么不敢来见你啊 陆小凤说 那 那你怎么回到这里来 江青霞想着说 我们本来就是老朋友 要是一个师傅教出来 端咬人耳朵的 他为什么不能到这里来 陆小凤不理他 还是瞪着薛冰说 我 我在问你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薛冰说 你 知道我是来送公子吗 送什么 然后 就是那块 红帅 陆小凤 居然轻描淡写的 就承转了 而且 他面部改寺 陆小凤 满而愣了 他说 你 你不想吗 这也不是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我为什么要来 陆小凤 几乎又要叫起来了 啊 你帮着别人来骗我 你难道还 还等光了 薛冰说 孙空该心 并不是别人 他也是你的朋友 你自己也承认了 陆小凤 本就没有否认 薛冰笑了笑 悠然说 我 帮你朋友的忙 你很该感激我才对 陆小凤 就愣了愣说 你 你帮着他 出卖了我 啊 我反而 要感激你 薛冰说 那块红帆子 对你 已经没什么用处 对他的用处 却很大 我只不过帮他 将那块红帆子 送到这里来 那怎么能算出卖你呢 嗯 他的火气 好像比陆小凤 还大 理由好像比陆小凤 还充足十倍 他又说 何况 他起飞也是你的好朋友 你起飞也骗了他了 你骗过了人家之后 反而洋洋得意 那么我为什么 不能让林姐上一个当呢 陆小凤说 可是 可是你 可是你本该 本该帮着我一点 那才对啊 谁叫你那么神奇的 就好像天下 但也找不出一个 比你更能干的人 就看不惯你 这种得意忘形的样子 那小凤说不出话来了 他突然发现 男人欲揍 女人就好像秀才遇见兵 你根本就没有什么道理好讲 那女人的心里 好像根本就没有是非 这两个字 无论做什么事 只凭他高兴不高兴 你要是跟他讲道理 那他的理由 永远比你还充足十倍 薛斌反着脸 继续说 你在背后吗 我没有找你算账 你反而先找上我了 江青霞冷笑着说 这就叫先发之人 天下的男人 好像全都有这一套 薛斌说 那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李小凤口笑着说 只有一句 说 你 你把那块红段子 交给谁了 交给了 李洞宾 陆小凤又不禁愣住了 李洞宾 李洞宾又是什么人 李洞宾你都不知道 怎么活得三十四样 江青霞说 李洞宾叫是李纯阳 就是 朗鹰飞过洞亭湖的 纯阳真业 你知道不知道 沐小凤苦笑着说 我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 李洞宾要的是白牡丹 那可不是 绣在段子上的黑牡丹啊 月宾终于做了解释 沐通灾心 并没有叫我把那块段子 交给谁 只要我把它放在 李洞宾的神经家里 那 那神像在哪里 坐在后面的一个小神堆 你 你来了多久了 没多久 这不是刚巧碰上我 听见你骂我吗 在安后的竹林里 还有个小小的神殿 殿里的一盏长明灯 那永远是亮人 灯光正照着纯阳真人 那张永远都带着微笑的脸 他虽然不能被供到前面的正殿 去享受血肉香火 所以精神满意 李洞宾是个聪明的神仙 聪明的神仙 就跟聪明的人一样 都懂得去赌场 陆小枫不等薛斌的话 说完就已经冲出来了 赶到了这里 他发现神像下果然有一块 绣着黑牡丹的红段子 拿起段子 江青霞和薛斌 也跟来了 听众朋友 由爱宝良演播的武侠小说 陆小枫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